今天有几个新闻 那个虚头八脑的跟我们不太靠得上的 比较多 比如说前两天就宣布这个 要出来一个电脑 云计算带动的个人电脑 那么这个东西呢基本上来说 你就没有任何需要加密的东西了 因为储存不在你手上 可以说完全公开 这个东西前两天就有人开始聊 聊了以后我认为意义不大 因为它所有的东西都还是依托 进口的芯片 包括储存各方面 没有任何变化 只能说它在合理利用已经掌握的资源 或者说短期内 它还能混下去 但是这没有什么自主产权的问题 谈它没什么意义 所以可以把它忽略 那么紧接着西胖说 不能谁拳头大就听谁的 这个有点 令人感觉到意外 因为它一贯是靠压制 那么前期它靠 以反腐的这个旗号 清理政治上的异己 那么现在它要求稳了 已经给美国人搞得焦头烂额了 它现在突然说 它拳头比人家小了 这个令人感觉到非常意外 但是对外拳头小 不代表对内压力就丧失了 虽然有很多人认为 好像从张春贤主政新疆的时候 你就看到五介新闻有 让习主席辞职的公开信 直到现在其实说这个话的人 写这些信的人越来越多 但是它始终没有放弃权力 它甚至有可能会 直接拉开架子 在意识形态上 与美国对立 它完全可以聚焦 它所需要的这些力量 因为现在离四破脸其实只差一个多月了 我们知道如果11月3号 美国选出来的总统还是川普的话 那么最后这张皮就不要了 美方已经首先开战了 他把驻中国大使撤回去 接下来的叫临时代办 美国在亚洲的蒙古 由美军驻扎的日本 也开始换岗了 把之前访问过中国的这个安倍 以一个非常蹊跷的名义辞职了 那么接手的相当于 中办秘书长这样的一个职务 官房长官继任 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台的政策 好像是在钓鱼岛要修建固定的设施 你可以把它简称为两个字 是吧 又在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对类呢 对类我们看到了宣判任志强 而且任志强非常蹊跷的 不上诉 完了以后我们在 这个电报群讨论的时候 有一个群友提出了一个观点 我觉得比较新颖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很少能看到 判十几年这样的重刑 而不剥夺政治权利 回过头来我仔细看了一下 好像是判了十八年 没有提到剥夺政治权利 那么紧接着有人聊说 判无期 判死刑死缓都会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那判十八年就不剥夺政治权利吗 那我们看到这个 很多已经被判刑的人 剥夺一年的两年的三年的四年的都有 剥夺政治权利 你不能做什么事呢 刑法五十四条规定 一共可以限制你四项自由 其中第三条就涉及到任志强 剥夺你的言论自由 很多人可能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来 不给他说话 如果说剥夺他政治权利 涉及到剥夺他的言论自由 这可能就影射 他坐牢的原因是因为他因言获罪 那么他为什么因言获罪呢 他说西方是一个小丑 谁不给他当皇帝 他就把谁搞死 其实他说的已经很直白了 但这一点仅限于党内斗争 就如同一个大家族一样 总有几个不太会说话的孩子 偶尔冒出了一些真话 其实任志强在中国人心目中 主要还是因为关于房价的一些推断 所谓的刚需 账不良要求你买房 所以房价会涨 房价一直会涨 很多年以来我都非常不喜欢这个人 但是当共军一贯的痛打落水狗 检举揭发任志强有反党言论的时候 我看到了一个亮点 任志强说 他说既然一百多年前 中国人能够搞共和 那么现在为什么不能搞民主呢 我觉得这一点 是他人性的光辉 至少闪耀出来让我看见 应该来说这次对他的判决呢 比较出人意外 你说你把他杀了 我们都不觉得奇怪 你说他贪污社会 就这一点点钱 我觉得挺难看的 没给他面子 按理说你要给他订贪污 像他这个级别 经手过这么多钱 尤其是在房队长公司认知 即便是国企 你订他贪污个三五个亿 都算没给他面子的 你说他只贪污社会几千万 这个确实有点令人意外 但是判他十八年呢 就很好理解了 是吧 你既然反对习胖 把你打进十八层地狱 或者说意味着 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其实十八年以后 他都快九十了 当然我们也知道 像他这样的情况 根本就不可能做十八年 因为共产党的政权 不会再有十八年了 但是有一点 大家不要过分地帮他退去 他进不了秦城 真的级别不够 他其实连燕城都去不了 因为燕城是腹部级左右 但是以他这种情况已经退休了 估计轮不到那 他被判了以后最多也就是三两年的事 支持他的人其实有很多 包括在中共党内的 所以保外就医是可以预见到的一个未来 而且事实上没有剥夺他政治权利 这件事本来就非常蹊跷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以此 来展开对未来的一些预测 任志强涉及到体制问题 制度问题 有很多是在北京的一些论坛上说的 比如说光华学院 很多他之前的视频 大家正在重新反侃 那么你剥夺不剥夺他 说话的权利其实都无所谓了 因为他只要坐牢 不管在哪 哪怕保外就医 他也不可能发微博了 大家不用研究这些问题 但至少这一点非常蹊跷 我觉得值得大家去 由此而展开一些联想 甚至我们可能在最近的一段时间 国内声讨他的一些文章中 会看到一些注尸马迹 我相信不仅非常搞笑 而且令人玩味 好了谢谢大家 再见